好男最新一期依旧处于停播状态 据爆料称 一次蔡许坤在这期节目中故事线十分完整 无法做到全部剪掉 超能摄影杨阳之前在直播爆料蔡许坤事件影响似乎很大 丢了几个合作不说 已经完成的工作也一次停播 而目前蔡许坤事件又有新进展 据媒体称 蔡许坤已经来到狗仔与爆假料的W护咬阶段 超能摄影杨阳直播时单独预留了时间 解释相关留言 并表示自己也只是play一环 狗仔放出W投稿截图 一正清白 是自己没有收钱 但风波没有停止 今天上午他们又放出一段和W聊天的录音 疑似这场爆料是粉丝为了保住蔡许坤的名声而努力转移大众视线 而爆料者也称自己十分委屈 下午W又自己发文承认确实给狗仔报的是假料 因为他觉得C女士的事也是假的 是狗仔收钱报的 所以自己也要联系狗仔放个假消息来验证他们确实没干货 过程中W一度动摇 提醒超能摄影杨阳是假料不要放 但对方没有回应 不管不顾的开播放料 他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是被利用的 目前受网友提点 超能摄影杨阳现在又开始重申事情重点还是在C女士身上 强调C打开蔡妈非法监控和跟踪C事实锤 一般来说 综艺节目会将问题艺人的镜头 仅可能地剪掉或者打马赛克 但奔跑吧 作为一档竞技性的节目 嘉宾至于节目整体剧情都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故而节目如何去蔡许坤化的剪辑成为了一大难点 对起 网友们脑洞大开 提出来不少有趣的建议 获得最多关注的是摸过于网友用安慕西图标做的图 还有不少网友戏称 站着是安慕西酸奶 奔跑中式台铃电动车 躺下式洗凌门床店网友的建议不仅让负面新闻缠身的嘉宾不出镜 还保护了节目剧情的完整性 更是将品牌植入的效果更上一层楼 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此外 基于过往的节目素材 网友花市正活调侃 让姚一天对郑凯的主妇引发了热议 而这源于 郑凯录制满100期获得全情奖时 姚一天主妇 借交借造 踏踏实实做人 毕竟 万一郑凯出事 奔跑吧系列节目就全无了 从奔跑吧今天没发物料 到粉丝逼问张大大跑难播不播 这些话题无不显示出网友对于节目能否播出的好奇与期待 虽说7月7日官方并未明确表示节目是否播出 但节目组工作人员在社交平台发OK手势 并表示看我的手势 懂得都懂 似乎释放出节目将正常播出的消息 结果在8点19分时又把配文编辑了 不少网友表示跑难是懂得六观众的 一面是网友花式整活 一面是节目组暗中溜粉 将节目热度与期待值拉满的同时 却最终让观众们空欢喜一场 这也使得各种小道消息传得满天飞 有的说导演组准备找人重路 有的说后期重新剪辑 有的说节目成品没法看准备索赔 还有的传言节目永久停播 如今这些五花八门的传言甚嚣尘上之时 登跑吧官方并未发声 不仅给相关言论的传播增添了几分说服力 更是为节目热度注入源源不断的话题 让节目热度持续上涨 百度指数显示 在蔡许坤飞文报发期间 奔跑吧期的热度指数达到了本季以来的最高点 但说到底 登跑吧更应该以优质内容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如今以节目的播出与否调阻观众的胃口 实数将话题营销完得明明白白 让对这期跑男更有兴趣了身居热搜榜的高位 不过原计划由中国好声音于7月14日结档 后续奔跑吧节目组最终能否成功播出 并在内容品质上满足观众的期待 还带观望 风险被调成刚需 应被效率虚提速 近年来 明星长瘾感情问题 税收问题 牵涉黄赌毒等问题而塌房 在千亿发而动全身间 往往会引发蝴蝶效应 尤其是在播剧集 总已更是重灾区 此次奔跑吧并非是节目嘉宾首次塌房 此前黄旭熙也曾因前女友们的集体公开控诉而塌房 不过好在此时发生在奔跑85收官之后 并未给节目组造成直接到影响 只是后续节目组也不再与黄旭熙进行合作 素人嘉宾塌房一时有发生 尤其恋宗类节目是高危地带 在怦然在心动中 部分男嘉宾或是被质疑性取向 要么是被八个人履历造假 为此节目组还公开与其中一位终止了合作 在怦然心动20岁中 有四位素人男嘉宾先后被爆塌房 从品行问题 兴趣向到有女朋友还参加恋爱综艺等情况 而第二季开篇便有素人女嘉宾被爆出黑料 故而节目延期播出 不过很少有节目像奔跑吧 七连续两周未能播出 而这背后 要么是后期剪辑难度大 要么是在观望蔡徐坤的风评能否有转机 其实 早前便有蔡徐坤相关的爆料在网络上流传 只是未以实名制的方式扩大化传播 此次事件也进一步说明了节目组 进行风险被调的必要性 找人一时爽 被调火葬场 也正是这些先例在前 如今节目组在嘉宾被调上更要下足功夫 素人嘉宾方面 有导演在小红书上分享被调全过程 一方面从社交平台切入 就连爱特 关注 评论这些细节都不会放过 另一方面要对嘉宾进行面对面高压测试 以及专业的心理测试 以及通过公检法 学信网等平台核实嘉宾的身份信息 不过 绝大多数恋宗节目嘉宾大都是在节目播出后被熟人爆料私生活而塌房 给人防不胜防之感 同样的 艺人被调异存在同样的问题 即便有专业的艺人风险评估公司助理 但很多个人私密性的事情无从得知 即便有官方提醒注意 其间所存在的时间差 也会给节目的制作与播出带来不可挽回的影响 正如此番蔡许坤负面事件以及一旦塌房 节目组只能认栽 在静观其变中找到最合适的应对方案 除缺要做好前期被调 节目组以及所在平台方更应该具有良好的危机应对能力 此番同样受蔡许坤事件的影响 湖南卫视青春派计划将节目中涉及蔡许坤的歌曲直接一减美 保证节目正常播出 而浙江卫视奔跑把期在延期两周后尚未有定论 作为一档历经十一季的节目 灯跑把系列节目经历了内遇的种种风雨 公关危机的应对能力也应再现 只不过如今这样的效率也实属低下 最终落得热度有了好感无乐的尴尬境地 明镜与点点栏目